好 我們接著來關心 這個星光金的必購案 大家可能是無沙沙 三角鏈 撲朔迷離 這個禮拜媒體爆料說 台青金的董作吳東亮 被錄到承認 有星光金的世襲董事 他也是以個人大股東的身份來指派 那麼也說因為他滲透到董事會去 但是台青對目前這個狀況 是予以否認的 好 我想先問一下 是 曾薇 你怎麼看現在必購案的情況 好 我只能說 管理人 我們必須要講 現在台灣有史以來 金控霹靂火最大的一樁 其實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對 而且原本你是雙龍搶逐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完全進入 金控爭霸的一個階段 而且我跟你講 步步全部都是殺招 有機會讓人一招逼命 方式就是剛剛慶儀特別提到 就是這個禮拜 大概有人爆出 就是周刊爆料 就所謂的 北檢真的去掌握了所謂的 關鍵市政 就是錄音帶 裡面錄什麼 關鍵朋友你要聽清楚 他居然是錄到了 吳東亮自己本人 台新金 董事長吳東亮 他居然是錄音錄到 他去指派 星光金裡面有四席的董事 居然是由他指派 你知道嗎 請以這個事情其實 攸關到時候 台新金能不能順利 併購金光金 這搞不好會因此出局 因為他違反金管會 所謂的金金分離 不得插旗 這最重要的一道關鍵 那我們現在 管理人一定會說 金金分離聽不懂 一句話就講完了 什麼叫做金金分離 就是 包括你的董事監事 或者是你的CEO 像是這個董事長等等 他不能夠跟他的關係人 同時在金控 任職服務掌握藥金 否則你可能會有利益 沒有辦法迴避的這個問題 所以簡單講就是這樣 但如果吳東亮這件事情 他當然對外講說 他覺得真的這個事情 他說這個完全是造謠抹黑啊 那目前為止他不承認這個事情 而且會提取法律訴訟 那其實台心經他也講 因為事關就非常 攸關他們的關係人 所以其實台心經也說 這是有心人的放話 沒有那些事情 而且他發表聲明 他說一切合法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現在就要知道了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你知道市場上 最紛擾的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已經有人謠喘 吳東亮跟他的夫人彭雪芬 他到底是不是星光金的影子董事 表面上你不是他的控油者 可是你其實是裡面的操控者 那這很多人講說 這裡面關鍵在哪裡 關鍵你聽清楚一個簡單的 現在他們就扣在一家叫做 家號公司 家號公司只有兩個人 那兩個人 一個叫吳東亮 另外一個叫彭雪芬 那吳東亮他控有台心經 已經一家金控了 彭雪芬他擔任新盛的董事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潘瑟 新盛他控有新博這家公司 這新博公司派出了四名的董事 現在全部都在星光金 等於什麼 新博是新盛百分之百持有 這代表什麼彭雪芬 他其實時時就是有機會去控制 星光金裡面四席董事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講說 這一次台心經跟星光金 這一次說兩個董事會說合併 認為那叫做假合併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你當然會支持折價去合一併購 但是觀眾朋友我們要看 在這裡面 其實多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剛開始其實有講說 外界看得不撒撒 但是你們真正的關係人 你這些很厲害的關係人 你到底的想法怎麼樣 來 星光金本身 他是要出嫁的新娘 他表態了 今天我也親自去了這堂法說 他的總經他就講說 我們星光金漂亮五年 我們是合併是用婚姻來看待的 這重點 小谷都看不到 不是我們應該要以價錢高者得嗎 婚姻不是出售 是自由戀愛 講得真好 總經理講得很漂亮 他說我是出嫁 不是出售 我不是賣出去給別人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當然還喜歡愛情長跑 勞利在里尼的台心經為主 所以我喜歡我的青梅竹 這是星光金內部的說法 但是如果是裡面的大股東 最近那個大股東非常辣 他就嗆聲 他說他自己本身是個林志玲 我覺得這件事情 所有的小股東都很echo 你想想看 如果我跟中信經 合併有機會成為第一名 我為什麼要去跟台心經 合併變成第四名 這個說實在 這市場上看不到在這裡 那當然中信經控他認為 他現在是開大門走大路 51%超過你裡面所有的股東 最大的單一的股數 我全部從公開市場公開跟你 直接來收購 所以這裡面你到底是要用全體股東 你比較合意 我願意這個折價出售 這個溢價出售 還是我真的是 這個裡面的董事會就可以把它搞定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裡面 欣盈你知道這裡面所有的星光金現在 百分之五十三 加他最大的股東是誰 是所有全台灣的散戶 現在全台灣的散戶佔有五十三% 所以你知道他現在小股東自救會 為什麼會成立自救會 他自救什麼勒 自從8月22號 台心經跟星光經直接就宣布 我要合併的時候 那天就在那一天自救會成立 他說別的都不要多說 你現在直接要告訴我兩個事情 第一個 你要存多少錢來給我換股 第二件事情 以後你的發展怎麼樣 我加入這個豪門 結果你未來豪門加到中落 我要怎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來 觀眾朋友這裡面就來到了重點 這重點 到底是嫁給誰比較好 數字會說法 我們來比一比 但是我說實在 欣盈我們當然認為 這個是自救會裡面的說法 自救會認為最關鍵的是 你出多少錢 或者未來發展 欣盈我跟你講 這裡面通通都不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真正的關鍵是什麼 在公開的收購的委託書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 這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就覺得說委託書 聽了很熱門的一個詞 他到底是個什麼 我跟你講 小小的委託書 當你如果被人家收購了之後 他可以決定 整個上市公司 他的董監事 也可以決定 他的未來的經營權 甚至你要嫁給誰 現在控制在委託書 好 不好意思 就這裡面 目前大家最不懂的 你台心金無東量 你的整體的勢力 你了不起所有的持股 你不到10% 你才8% 為什麼你可以控制這個14個 董監事裡面 將近10席的董監事 為什麼都是你 為什麼3分之2都是你 我跟你講 這是吳東進 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他的大聲 吳東進 非常的一把鼻涕一把淚 原來他敗在委託書 觀眾朋友 台心金 用8% 不到 甚至大概10%左右 他為什麼可以控制38% 這樣子的一個%數呢 就是委託書 現在據說台心金 上次他 你知道他在上一次的董監事 把他大哥擊敗 吳東進擊敗 最重要關鍵委託書 他就是透過 包括全通 長榮 聯州 這三大收購體系 你知道他控制 整個星光金控 市值好歹你有2000多億 你知道他花多少錢 收購委託書 聽說不到1億 不到1億 我跟你講 全天下有這麼划算的一個生意嗎 CP值太高了吧 對 所以據說這次要捲土重來 但是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捷徑 這是個殺招 但是你知道這是違法的 據說有的人講說 當時他是怎麼收購 當時星光金凡的股價也普普 當時一張委託書 二三十塊給他砍救 現在據說市場上是在他船 不是我講的 市場上已經吵到300塊幾點 很juicy對不對 但是觀眾朋友 這個是違法的 如果你去集保 你去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拿300塊 去跟他換你的委託書 其他現在只能換股東會紀念品 如果你真的這麼做 其實我說實在 你真的是碰到的話 你也是真的要吃大吃大大虧 但是你知道這裡面 我們講委託書 我們講一兩個經典案例 很多人想說 我為什麼委託書 如此的juicy 這麼的好 好 那現在你知道 其實他 這個台金金不是最大的享受者 你知道當時大同 大同公司 他幾乎林郭文彥 大家都知道嗎 這個女強人 他控實時控有大同 上千億的資產 可以控制他經營權 你知道林郭文彥 他的持股比例多少 百分之0.33 連一趴都不到 他可以控制整個大同 就是委託書 對 那包括像是張營 張營當時也是透過委託書 那其實本來差一點點 又被敗在那個台金金底下 但是後來他透過王牌的律師 據說那時候也是出嫁 一丁多少 收過委託書 一丁兩把 但是後來當時 他透過王牌律師 Hold住了 所以才擊敗委託書 那一次讓台金金沒有辦法去吃掉張營 好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 所以這次變成是委託書大戰了 委託書大戰 我跟你講這還是最關鍵 到時候他的股東臨時會 最後你從市場公開收購 都來不及 真正的關鍵其實在委託書 好 那觀眾朋友 那如果你是新光晶的小股東 這個全台灣45萬人 你何去何從 我們是不是就條件來論條件 我們這是公開的嘛 我們來比一比 第一件事情 我們從資產規模來大並小 8.5兆的資產中信金 如果想要去取新光晶才5兆多的資產 是不是很合理 我大並小 但是你看看 他的口口多少 那個如果是台心晶 3.2兆你要小吃大 而且現在他的那個新售 一大堆有人據傳 大概上千億的窟窿 那個洞補不起來 要他拿口口拿不出來 帳面上才300億 他萬一新售真的是撐不下去 請問台心晶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如果以資產規模大並小 目前還是比較安全 所以他勝 那如果金控排名 假設這個合併了 那未來的條件發展到底怎樣 來 如果是中信金控 如果他真的順利吃到新光晶 到時候他是全台灣金控的第一名 他的銀行照樣是第一名 而且他的壽險公司做三萬二 但是如果是這個台心晶 他併掉他勒 台心晶挺了不起才第四大 所以你覺得哪個地方比較和 這個對小股東更好 你想要未來換中信金的股票 還是要換成台心晶的股票 這一目了然 還有實質的併購你到底要拿錢 還是你要換股 中信金這次好歹拿出三百多億 他全部通通只有股權交換 一塊錢股幣 還給你折價還給你換股 你服氣嗎 另外一個併購條件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現在台心晶被壓著擋 他說不排除他會調高 不要用折價 搞不好到時候溢價可以調整 但是最重要還是這個縱效 來 觀眾朋友為什麼我們會講這個縱效 這個全部通通都剩 來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 受險客戶 因為現在受險 星光 你知道8% 星光金八成以上 全部都靠受險 所以受險未來的調整 如果真的這個人有辦法 把你受險整體的調整之後 未來體質壯大 這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星光金 所以你看所有的條件 不論是資產規模排名 全部都是中信金 硬條件來看的話 真的是如此 而且觀眾朋友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已經講條件 好像都是中信金勝對不對 那我們來比較你 未來你的發展情況如何 來 觀眾朋友 這個最重要的節目 誰有併過成功條件 張銀有嗎 以ZERO 他的台心晶當年併張銀 他是失敗的 但是如果是中信金控 不好意思 你看一下 中信晶他目前為止 併過四家的銀行 然後一家的信用合作社 從2003到2016一路在併 而且還併過 包括三家的壽險公司 裡面最大的就是台售保 那還有他也併過頭信 所以他的併購經驗 全部都是成功的 更重要的代替跌加 現在星光金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裡面八成左右 都是星光人壽 所以未來他的何去何從 他未來的那個老客戶 未來據說都是台灣 五金顏老扣扣的 很有錢的人 如果併進來 未來他的壽險 你知道他的光是壽險業務員 就高達1萬多人 但他的客戶有1600多萬 在這裡面我們在併購的過程當中 你看如果他以2015年 他是成功去收購了台灣人壽 那後來變成中信金控之後 來你看一下他後來的一個情況到底如何 來我們觀看你從市占率 還有淨利率還有所謂的淨值 我們來看他的這個整個併購之後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因為他不是這個嘴巴吹風而已 他是真的實際去 你看他當時的市占率從當時的 市占從只有2.4% 直接來到了將近4倍 有至少8.5% 那麼他的淨利 淨利潤 淨利潤這個部分很重要 他其實本來都是虧錢 他中信金併購之後 他現在不僅賺 大賺 而且還可以賺到100多億 現在最重要是他的淨值 淨值我的老天爺 你可以在這裡面 短短的時間之內成長了十倍 你想想看 如果台灣這個數一數二 現在當然比較落後一點的星光金 他的洞有多大 未來他如果能夠徹底翻轉 小股東看到這個就已經選了 對 你看在這裡面 對於小股東來講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只能說 如果他能夠穩定發展 未來這個台灣星光金控 如果不是變成星光無家 頭痛的一個問題 不要僵固一個 因為他唯一最大的好處 台信金最大好處 他姓吳 他不姓姑 那無家的DNA 也許他裡面的融合 我想裡面的那個企業文化 也許他融合更快 可是所有的小股東 你一定要看他未來發展 不只是條件很好 最重要的還是 誰能夠真正的去救星光金的 最重要的核心 叫做星光人壽 如果未來 這就是星光人壽 未來的產業地圖 要複製這個成功 何樂不為 這個就不是現在 你為了兩三百塊的委託書 直接拿去給另外一家 直接去併購來得好 所以我只能說 一個重要的結論 到底我們是要嫁 青梅竹馬愛情長跑的台信金 還是真的要去嫁高富帥 建議你是大美女 潛力股的 你是大美女 你會選誰 高富帥為什麼要說No 所以我只能說 從條件 從前景 甚至從中間的手法 併購的手法 我都覺得 其實現在打到這一戰 未來接下來殺招 如果真的是 有人金金合併 會發現金金分離 被人家發現真的是 有出了大事 那我只能說 在這個路程當中 只能說不好意思了 但是小股東永遠不要放棄 你要去問自己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到底要嫁青梅竹馬 無的DNA 還是你真的要高富帥 OK 好 所以這個金融霹靂火 大家繼續看下去了 今天謝謝先生 所來賓 股市在亂計的心情 千萬不要亂 最近很多人心情不好 可以看看燦爛 因為看到很多新的機會 給自己增強信心 我們現在提供了很多的 滿滿的乾貨 股市投資 當然這個長期的趨勢 是沒有改變的 祝福大家大盤不景氣的時候 我們自己更要好好的爭氣 下個禮拜再揪您 一起來開趴囉 拜拜